檢疫局這邊的方案4的話 然後在剛剛你所提到的 就趕快請估價師來做 那個現場的一些不同的樓層 好像面馬路跟背對馬路的 一些限制上的一些查估 那是不是有可能 查估之後以方案4 折中方案的方式 然後來做一個分配的話 可以達到一坪換一坪的人數 有沒有可能比現在這個方案4要來得多 這個我們是不是就是 我們下次的約會我們來做一點好不好 因為我現在根本顧教師都在那邊請來 我現在很難回答這個問題 不過我希望在 在一般五年的五月 有沒有可能啦 就一般的經驗值的話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 跟您報告 這種狀況我們一百三十幾個基地 車站沒有碰過 後來也是在這個 那個里長這個跟市長的說明會 這個都根處的副處長有講 這可能是六十年代左右 那時候辦理產燈的話是 建商自己拿去產燈 所以是他有他歷史上的一個這個狀況 所以這個是我們唯一的基地 對啊 好不好 那個主任也給我個半年時間 這個做不好就快了 這個就沒有問題 不過我想是這樣子 大概這個基地的話 大家最大的公司就是說 整個連開之後 然後能夠 室內面積的話能夠換得回來 我想這是大家最大的一個公約數 我想處理這樣 好謝謝 好 對不起 耽誤大家非常多的時間 希望我們明年五月 在見面的時候 能夠有一些 常讀的一個 一個